草原发生一起客运司机暴走的纠纷 一辆葛满兰客运停号站牌时 公车阁被小客车围停挡住 他只好往后停 让乘客下车 没想到后方又来了 国王客运也要下客 但国王司机认为 葛满兰的客运乱停车 气得下车不要骂 前面国王客运司机火气很大 对着车子里大声叫骂 不断比划手脚 你现在是月板的 我叫官区的来 一边走上车一边回头 暴走飙骂 司机这么怒都是因为 号召件玻璃被折弯 连挡风玻璃都被撞破 原来两部客运在公车站等后处 不小心擦撞爆发纠纷 当时有一部自小客车 停套在我们的车格上 那因此我们的驾驶呢 就暂时停在它的后方 那后方刚好能来一部 国王客运的车辆 那驾驶以为我们有点 不是停套得很好 那当下可能有一些误会 葛马兰它部分是下好课 要离开 国王澳从后面要来进招呼站 要来停车下课 结果不剩 发生差状 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违规停在公车站 害得两台客运 挤不进公车停靠区 事后两家客运公司 厘清状况 打算和解收场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旅客的安全 火气实在不用这么大 记得范国清理金河十区号 桃园一轮报道 如果现在在公车 Tan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